为了让学童更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健康身体 以及学到如何遇到挫折永不放弃坚持到底的精神 银盘国校特别邀请生命斗士林心培 来开办生命教育讲座 用他四岁因病而瘫痪 需要经历无数手术奋斗到现今的故事 来说给学童聆听 希望让他们学习到如何遇到挫折永不放弃 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的精神 利用现在小朋友最爱看的电动影片 来说明讲座主题 让小朋友知道要珍惜自己身体 以及学到遇到困难时不要放弃 坚持到底的精神 银盘国校特别邀请到生命斗士林心培 分享他这几四岁就住轮椅 奋斗到现今的故事 亲身诉说给小朋友聆听 像心培姐姐这样有缺陷的人 虽然她经过那么多次的手术 但是她当然是没有放弃 但是我身体那么健全 如果遇到困难要放弃的话 就觉得太好笑了 所以我觉得听完她的故事以后 我以后遇到困难要更坚强 对学习她的精神 林心培女士也是大家口中的金刚芭比 因为小时候生病造成没办法走路 要过着坐轮椅的生活 后来脊椎严重变形 经过八次的手术 将身体放入36根钢钉 永不放弃的军神成为生命斗士 她也特别到各地分享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来到偏乡的一些分享 可以带给这边的学童们一些刺激 就外界的刺激 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其实虽然他们可能在 有些条件上面可能没有这么的优越 或者是说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靠自己 还是可以创造出未来的一些路 对 然后也鼓励他们就是说 我觉得在求学这个阶段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可是不要放弃就是在求学 求知识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我有知识 有机会去翻转自己的命运 然后希望给他们带来一些正面的 坚持的力量 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必须坚持 然后才有办法往前走 今天非常感谢林心培 生命斗士金刚芭比过来演讲 我们发现经由她的鼓励 让小朋友知道遇到障碍 遇到生命的低潮 一定要努力坚持下去 只要你跨过这个低潮 以后一定会成功 那林心培他除了鼓励 能够克服困难之外 也希望如果有能力的时候 小朋友去帮助别人 透过帮助别人得到生命的价值 那今天让我们小朋友都学到一课 那也让我们这些小朋友 未来有机会也可以来帮助别人 因为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让大家都认为 不可能的事情 他都想尽办法克服完成 也让大家看见生命的力量 林心培女士 也希望透过讲座帮助更多人 传达遇到困难 要坚持 以及帮助别人的精神 谢谢好赞 好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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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赞